写作技巧八 节约用水 你好,丽敏 如何能够很完整地写好一篇看图作文? 你好,小美 看图作文是写作的初级形式 思维尤为重要 一旦掌握技巧 后面的写作就水到渠成了 小美 今天我们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来完成这篇节约用水 看图写画三步骤 一,抓住中心,一句话概括 二,细节描述,写一百字 三,发挥想象力,完成两百字 写作第一步 抓住中心,一句话概括 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图上画的是谁呢? 二,它在干什么呢? 三,在哪里呢? 四,什么时间呢? 在整理归纳后 现在请你用什么时间 谁 在哪里 干什么的句式 写一句话吧 课间休息时 小语在卫生间门口关水龙头 这就是看图写画的第一步 抓住中心,一句话概括 写作第二步 找细节,写一百字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仔细地看图 并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卫生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二,小语的心理是怎样的? 三,小语是怎样做的? 四,结果怎么样? 一,卫生间的地上有一滩水 水龙头里的水哗哗的流淌着 二,小语觉得很浪费 要提醒大家 三,小语拧紧水龙头 写了标语贴在墙上 四,小语提醒同学们 节约用水 请你尝试用这些细节 和整理出来的词汇 来写一段一百字的话吧 请你尝试用这些细节 词语帮一帮 粗心大意 颠起脚 节约用水 课间休息时 小语看见在卫生间门口的地上 有一滩水 原来水龙头没有关 小语赶紧颠起脚走进去 伸出手把水龙头拧紧 回到教室 他写了一张节约用水的标语贴在卫生间的墙上 提醒同学们随手观景水龙头 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这就是看图写画的第二步 通过找细节 完成一百字作文 写作第三步 发挥想象力 完成两百字 课间休息时 小语去卫生间 他刚走到卫生间门口 就听见哗哗的声音 又看到门口的地上 有一滩水 正在往外流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语探头往里面一看 哎呀 原来是水龙头没有关 水阵不停地流捅着 小语心里想 肯定是哪个同学粗心大意 忘记关水龙头了 太浪费了 他赶紧踮起脚走进去 伸出手 用力地把水龙头拧紧 他心想 我要提醒大家 于是 他跑回教室 写了一张节约用水的标语 贴在卫生间的墙上 提醒同学们 随手关紧水龙头 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这就是看图写画的第三步 加入你的想象力 完成两百字 今天的收获很丰富 谢谢你 利明 不客气 小美 我们下周见 好 好 感谢观看